5月降溫 6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按連上升2% 在2009年10月以來最低升幅 比5月份升幅低0.2個百分點 但是環球經濟在第二季就可能加快增長 根據一間經濟研究機構的數字 全球經濟第二季增長年率估計是3.7% 比第一季高0.5個百分點 環球通脹在2009年出於上次低谷的時候 各地中央銀行都要大力刺激經濟防止通貨收縮 而目前的情況就相反 多間中央銀行正準備 或者已經開始減輕貨幣政策的刺激作用 但令到中央銀行感到困惑的是 在經濟今年看來正加快擴張 而失業率正持續下降的情況下 工資加快增長 這項支持通脹上息的因素仍然未出現 不過有中央銀行官員認為 隨著經濟增長 經濟限制產能最終會減少 支持工資和物價上升 無線電視記者楊家輝報道 請問一下